我之前的视频我有讲过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亚裔或者华裔的冲浪 爱好者比较少呢 相对于白人会少很多的 就是我们身边也好 或者是在沙滩上 在海边的话 你遇到的亚裔也是相对比较少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想找到这个答案 也想问一下 就是就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你们如果对这方面有一些研究 或者有一些了解 或有你的分析的话 也欢迎给我评论一下 就让我也涨涨知识 就这个月的22号 是我重浪一周年的纪念日 所以到时候我也会做一个特别的节目 陆续的来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冲浪 冲浪当然是发源自欧美 亚洲的话冲浪的那种非常好的冲浪的那种顺地也很多 印尼巴黎岛是非常出名的 然后还有 肯定还有 我是不太熟悉 因为我在美国才开始冲 我只是想起来当年我去过巴黎岛 看到特别多人冲浪 后来再看视频 哇 那个巴黎岛的浪非常漂亮 有很大的浪 也有非常平缓的浪 还有现在在中国的山亚 山亚也是非常火的 就是那边就是在打造一个冲浪村吧 也是浪也非常不错 然后再加上吸引了中国的很多爱好者 所以在那些地方的话 那当然是亚洲人会比较多 但同时欧美人也很多 因为很多欧美人他爱好者的话 他全世界都去冲 他哪个地方的浪好啊 哪个地方的季 哪个季节在哪个地方的浪好 他们都会去 而且会在那边的话 在亚洲的话成本比较低嘛 住啊吃啊都比较便宜 所以其实他们在那边去冲的话 蛮好的比起在换一个环境 然后在美国的话 至少那个住很贵嘛 所以的话在巴黎岛的话 那特别多长期住在那边的冲浪爱好者 那为什么华人或者亚裔比较少呢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对冲浪爱有一些 未必理解到那么对的地方 比如说例如说是一些误解 我觉得会有一些人会觉得 冲浪爱是不是一个很危险的运动 因为可能看的多的视频是那种大浪嘛 那那种是确实有一定的危险 但是如果是一些小浪在一些安全的海域的话 那是相当安全的 其实这个我以后可以详细来讲 这个关于冲浪的安全问题 有哪些不安全的地方 它相对于其他的运动 它又怎么样叫做比较安全 这个我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另外一点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会觉得 冲浪是不是要花费很高的代价 是不是那个设备啊 或者是其他的要花费的东西很多 很花钱呢 那这个的话又恰恰相反 其实冲浪是一个最便宜的运动之一 我买了我的这块冲浪板的话 我的这块冲浪板的话 这块冲浪板才 我买的是其实是二手的 但是它是新的 它是新的 我才花了65美金 它的原价是200美金左右 我花了65美金 然后呢 衣服 因为在加州的话 那个天的水是很冷的 所以你要一定要穿 包括夏天都要穿这个weigh suit 这个weigh suit有贵有便宜 好的话200 300 那我买的是才70美金 我也用了一年了 肯定它不是最好的 但它绝对是可以 初学者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也没有说穿的不舒服 或者不保暖 可能好的会 我没有穿过更好的 但至少这个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可能穿到更好的 可能会更舒服一点 但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已经足够了 70美金 你看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的衣服 然后那个鞋可穿可不穿 冬天的话 我觉得要穿 因为会比较冷 那那个鞋的话 我买的是偏贵的是40美金 那你要在亚马逊买一些便宜的 20美金 20几美金都有的 所以的话 你看我这一整套就这么多了 weigh suit70美金 再加鞋40美金110 然后再加冲浪板65 那哪怕你是买了一个贵一点的100多的 那你加起来也就200多不到最多300美金 这就是你全部的设备的费用 那这个是长期用的 这个至少能用两年 就我说的这三项你绝对能用的两年是绝对没问题的 如果你保养的好一点 可能用三年四年 三年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四年我不知道还没用过 因为这个weigh suit的话 你不能暴晒 你冲完之后 要用自来水 就干净的水淡水去冲 冲完之后 你要晾着 你不能晒 晒了的话 它这个会变硬 变硬了之后 那它就会 穿起来就一个是不好 然后那种保暖的效果就会变差了 所以的话 费用就一共就300 你买好一点也就300多美金 就可以起步了 就可以开始了 谢谢大家